眼前的这位女孩名叫陈元 11月30日 陈元正在自家书房的电脑前进行文学创作 虽然只能用一根手指敲打键盘 打字速度也很慢 但她却用一根手指敲出了两本小说 如今的她也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 还担任了都江艳市作家协会理事 1983年出生的陈元 因身患先天性小脑偏瘫 从小说话和行动都不方便 面对现实的打击 陈元的奶奶没有放弃 从小带着陈元学习走路说话认字 我在12岁前走两步睡一觉 是我奶奶和我自己还是有种认静 虽然要睡觉我还是愿意走 凭着自己和奶奶的认静 陈元终于能独立行走 并在12岁时步入了校园 但因自己的身体原因进入初中后 陈元越来越跟不上学校的进度 只能辍学回家 辍学后的成员深受打击 为了能把内心的痛苦都表达出来 爱阅读的成员通过自学的方式 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 陈元用不太灵便的手指 创作并出版了13万字的小说 《云上的奶奶》 我第一本就是我和奶奶的故事 他就想起一个老人如何在众人反对的大环境 把一个患有老汤的孩子满留下来 并不予他成长 后来成员还出版了第二本书 《半边翅膀》 成员介绍 因为《半边翅膀》讲述的是一个脑瘫女孩 在受教育过程中所面临的痛苦 起初成员并不愿意去回忆 所以迟迟不愿动笔 意味着我要重新面对那些痛苦 我很不愿意 然后我看到那个 《半边翅膀》的学期新闻 就是爷爷和爸爸将一个老汤女孩推下河 出动的《半边翅膀》 我写了三个遍 在我的概念里尽快完成 让他们面试 让更多的老汤女孩看见 和他们的家人看见 原来这样的一种生命是有希望的 是可以在社会上活下来 并活着很精彩 除了创作 从2008年开始 成员一直在做各种公益 捐钱 捐书 捐物 义务做演讲 成员希望用自己的故事 去鼓励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困境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残疾人或者说残疾人 他们渴望的不是被同情 被过度的关爱 他们渴望的是被认可 然后融入到人群中去做一些自己 利熟能及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